大家好好久不见啊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会更新的呢 我就不就来了吗 我这几天呢 突然觉得想要用长笛挑战蓝色狂想曲里面那个树笛的 华一 结果没想到 还真的让我挑战成功了 如果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 那现在呢就来一起听听哦 我完整的吹奏 这整个片段 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想挑战这个片段的原因呢 主要是呢 前阵子呢 我跟Dekka Joins呢 去巡回的时候 我们在后台 因为主唱阿鲁呢 他有在吹宿迪 所以呢就跟了socks 风手 Justin 他有吹宿迪 所以我们就开始聊起宿迪这件事 那我就突然想到啦 宿迪呢最经典的片段 就是蓝色狂想曲 然后呢我就随口说了 我以前超级羡慕 蓝色狂想曲里面那个 宿迪的滑音 常迪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sucks 风手的Justin呢 他就说 诶 常迪不是也可以做滑音吗 我很久以前呢 有试过一次 可是那时候呢都不是很成功 就是有一些地方呢他没有办法很顺畅 做 类似像黄片乐器那样的bending 就是bending的话通常都会很 很丝滑嘛 但他当下呢说 诶 常迪不是可以做的时候呢 我就愣住了 我心里想 我现在应该可以做到 让它很丝滑才对 所以我就试了一下啦 就没想到让我成功了 那其实呢这整个片段呢 不是只有 这个地方有滑音 其实蛮多地方他都有滑音的 那要做到这个技巧呢 其实不难 最主要的还是你要用的是 这个开孔的乐器 另外呢你也需要用到一些 微调音准的一些场地的技巧 那详细的教学 我会放在我的官网里头 包含这个片段的乐谱 以及我是怎么完整的诠释 这整个片段的所有的教学 我都会放在影片当中 你只需要免费呢 加入我官网的会员 就可以直接观看这个教学影片咯 那我们到时候官网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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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